欢迎收看近期的台湾 我是怡婷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去吃 云林北港纵贯线上的铜牌美食 炸蛋葱油饼跟鹅阿米萨 是在地人爱不释手的品味 以及台北西陵市场 这摊层三度获得天下第一摊美名的烧辣 多元品项排排站 看了是口水直流 再到宜兰城荒庙旁 吃焢肉饭 焢肉入口即化 再搭配一颗半熟蛋 美味超邪恶 彰化云林当贵鸭肉饭 香喷喷的鸭油酱汁 加上软嫩不柴的鸭肉 大受欢迎 在云林原长相的李适宜跟弟弟 12年前开启了餐车 在路边买炸蛋葱油饼 跟古早味的鹅阿米萨 小摊子生意超好 现在还多了店面 吃过的客人都称赞 靠着真材食料 还有价钱便宜 小店成了往返 北港纵贯线上的排队美食 不过在地人都觉得 这两兄弟有点大材小用 因为他们的父亲 曾经是两届的县议员 兄弟俩却不接班 跑来卖小吃 一块来看看 这对不想当议员的兄弟故事 很多人吃一吃都会碰到身上 所以叫炸蛋 葱油饼咬起来又酥又Q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面团的东西要会酥会Q 我们家的臭饼 那个厉害在那个香气 不好意思 让你等着久了 你头上的 应该不已经吃三个礼拜了 对 这么好吃 他就说我问他说你都吃不腻喔 他说不会啊 就很好吃吃不腻 这间会在云里园长 王阪北港的台十九县 纵贯路旁的小店 光卖炸蛋葱油饼 跟古早味大肠蜂蜜蜜 不仅好吃加上小肠大袋 客人都买得很夸张 这种味道很棒的 我们大人很介意 我们鸡肉里面还有百元 太好吃了 那个料很多 太好吃了 不用吃了 太好吃了 我们就来炸蛋葱 好 好 老板娘要熟吗 要熟喔 好 稍等我一下喔 因为都来这边拜拜 然后来 刚才是摊吃的时候 来吃了以后来就一直就 会一直来 里面上盒的吗 好 招牌的炸蛋葱油饼 饼里面满海葱花 面身又Q又香 灰油腻 一口咬下 蛋黄瞬间爆出 小姐们保护形象 好吃最重要 它用灰箱子 这样子 它在车上吃就比较不宽便 那有时候都会等它 補脚就比较会烫 然后 美芭果或是蛋黄 然后它能降油很像 外戴内用身影抢抢裤 就像纵外线上车辆穿流不息 老板夫妻一前一后 太太后头咬面线 前头摊位已适 双手忙着把葱油饼面团 来回整形 厚实又大张的饼皮放入油中 像是吱吱吹气的河豚 碰碰的身材 超疗愈 接着放入一颗在地的新鲜鸡蛋 這個蛋要更新鲜才会一口 要不然它会起水泡 它就会含油量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这边产地 都可以直接去捡 炸到酥香的葱油饼 放在架上沥油 口头轻轻一夹 响起四溢 刷上特製醬料 好滋味是一口接一口 其實吃得很快 可是你会在想吃 有时候一直過量 所以肚子就吃到那麼大 而這葱油饼的味道 其實是跟花蓮外公學的 外公可是小有名氣 花蓮站那邊是在斜對面 我們是另外一側 只有一個葱油饼 好像才幾塊 五塊吧 這還用豹子包 對 還用豹子 再來阿姨的好不好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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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吃葱油餅 都會搭著這碗用蝦米 去提味的古早味蚵仔麵線 底頭加一通吃蚵仔 跟滷過的大腸頭 老闆給得很麻煩 小碗的價錢分量 直接KO都市的大碗 小的大的 大... 稍微一點點大好 最多的話 接的話有到七十八十 要這樣那個 紅灰底刷 有的手會抽出 我從那個土布鑽成跑過來 因為我市場都來這邊紅茶 它的湯頭也是很不錯啊 雞皮質很高 對 然後最主要是它的那個大腸 就是沒有那個腥味 然後滷得很香 它開艙車的時候聲音就很好 這家迷倒眾生的小店 十三年前還只是在路邊 營業了小發財車 三年前李氏宜租了店面 做生意才有氣風閉雨的地方 有時候下午訂單一多 晚上在湖尾開餐車 弟弟也會來幫忙 你現在這三十個 五六十個吧 有學校三十個啊 還有九個其他別人的 剛來喊一喊走掉的 看我們兄弟兄弟在很好 很好啊 一般就巔峰期 四點多的時候 他準備的東西的時候 過來幫忙一下 兄弟倆默契十足 採訪這天生意出奇好 不到下午四點就賣光光 你請 沒有上來給阿公吃的 對啊 你跟我說沒有 客人沒買到獨行瓜 李氏宜也真的很抱歉 畢竟鄉下地方 背料真的很能抓 由於今天提早打烊 他晚上還可以去幫弟弟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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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倆會這麼拚 從早賣到晚 是要證明自己有能力 畢竟他們的父親 以前可是當過兩屆的 零零先議員李建福 在當地有頭有臉 他們出來擺路邊攤 在地也都覺得不可思議 這很美麗 所以你也希望說 可以選一位就要怎麼樣 我居然說快 我要選不來 其實不承接一波 賣街邊小吃 讓大家吃得開心 也算是服務鄉親 這簡單的美味 備料卻是相當辛苦 每天不到六點就得幹活 我們都六點就起床 開始準備東西了 蔥油餅的麵糰 用麵糰攪拌成北泡泡 然後加入大量 魚林粉蒂的新鮮粉蔥 這樣才會香 香氣才夠 粉蔥比較香 香氣夠 它比較辣 機器把麵糰 蔥花拌魚 剩下就得靠手工製作 太太得分配好 每個小麵糰重量 這樣油炸時間才好掌控 像炸蛋你要讓它烹 我們會控制不要太烹 因為那個蛋不好炸 我們在濃黏的時候 其實因為做久 我們會有一個技巧 就是在捏的時候很紮實 拇指都有用力在捏 這樣就是類似有一點像擀麵糰 就是會有紮實感 Q度會更好 小麵糰在手上彷彿有了生命 兄弟倆從沒想過有天 會靠外公的手藝養活自己 畢竟出生在榆林政治世家 阿公以前是黨外大佬 爸爸是議員 但兄弟倆都覺得自己不是那塊料 我看過他出車禍 結果兩個都是自己的選民 又都好朋友 得罪一邊都不是人 自己真的沒有那個能力 因為你要怎麼選 叫我選我選不出來了 不想跟政治沾上邊 你是最早在台北創業 但2008年碰上金融海嘯 公司倒閉賣掉房子 還賦曬500萬 帶著老婆小孩回到雲林 就跟他說你不是都很愛吃麵線 看到麵線你就一定要停下來去吃 然後外公剛好也 他也常常說外公他們之前 都有在做蔥油餅 我說那我們要不要來做做開 要不然也不知道幹什麼 當議員的父親 沒反對他們把路邊攤 但他們自己去擺了 才知道生意難做 跟政治一樣現實 一開始覺得想的都很簡單 當初來做的時候 真的滿丟臉的 站在那邊沒有人 真的超丟臉的 我一開始也是戴頭套 戴帽子 後來就是有人也是去講 我真的賣麵線 結果就會來打招呼 打招呼也是不買 那就覺得更丟臉 我永遠記得第一天 我的營業額365塊 365塊 然後年輕一個月都這樣子 麵線沒有這樣 然後我先生都有一點 想要放棄了 我就說 那我們都已經坐了 車子也買貸款也貸了 那我們還是我們要撐撐卡 逃過艱困期 餐車生意慢慢好起來 弟弟也跟著一起賣 他後來跑到台北板橋 去開店創業 因為他覺得 外公教的蚵仔麵線的古早味 台北吃不到 麵線的話我們就是 小時候講最基本的 家裡一般都有的配的東西 就是蝦米啊 扁魚啊 小魚乾啊 我們都用這些東西下去做的 所以吃了就是會口齒流香 麵線秘方其實很簡單 就是用超級多的小魚乾 扁魚跟蝦米 花上很多的成本跟時間 以前都是用手炒啊 結果炒到這個手腕都變形 那時候就媽媽手啊 對啊 都開始會慢慢變形 之前手腕那麼壯嗎 沒有 對啊 經過近四個小時的淬煉 還未食度精華成了膏狀 是麵線湯頭的靈魂 而它的麵線 則是要經過手工日曬 都從台中海鮮那邊過來的 他們那邊的麵線 都會稍微日曬一下 要滑順 對 還有一點Q度 那你如果是機器的話 就是死死踩踩的 手工麵線煮到剛好 光清麵線吃起來 口感就非常的滑順 另外給了很多的 大腸頭滷汁滷到恰到好處 勝過坊間的大腸 大腸頭有肉味 一條一條的墊子味 對 你那個咬勁還有肉味 你燙完打開以後 就有那個肉的香味 你大腸的話就是內臟的味道 就這樣靠這碗超級鮮美的 蝦米麵線 十年前弟弟很輕易 被滷獲台北人的味 而且也很有創意 在麵線上頭 加爆漿 荷包蛋的吃法 超級吸睛 生意好到連理事 也到台北一起賣了三年 直到2015年爸爸突然離世 半夜我堂弟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爸爸走了 對啊 結果我們就一大早 就趕快坐高鐵回來 對啊 對 就很湊湊 連那個店連貼單子都來不及貼 因為就很趕啊 一個月店沒開 客人全跑光 再也做不起來 兄弟倆只好回到故鄉雲林 重操就業 但幸好靠著客人 以前的美味記憶 很快生意就回來了 你喝什麼嗎 對 你說怎樣喝了吧 它這個蒜味 吃下去很香 然後加上它裡面料 都給得很足 對 一碗分量也很夠 對 所以我就漫長來一點 所以就CP值很高 對 CP值很高 後來李氏仪擺攤旁邊 剛好有店面出租 他決定賣起內用 弟弟一樣賣餐車 兄弟倆也開發出很多新的吃法 像是炸彈蔥餅裡頭 可以加上起司 另外這爆餡的牛肉捲餅 更是必點因為真的超級划算 在蔥油餅皮上面 刷上獨特的醬料 擺上蔥段 然後很大氣地鋪上 三層乳透的牛腱肉 分量真的很足 看那麼大一份 都是吃到最後是很脹 然後最後再把它吃完 硬吃 他就是喜歡那種嚼勁 從客人吃得開心的表情 可以看到李氏仪兄弟倆 證明了不走真正路 也能行行出狀元 做事情都一定要認真努力 要一步一腳印地做 老天真的會幫你 傳統市場攤商多 也有很多庶民美食 就領身在其中 上市台北的心靈市場 就有一間三度獲得 天下第一攤美名的燒辣攤 從民國六齡年代 就在這裡經營 各式燒辣 甘蔗雞 蜜汁叉燒 還有脆皮燒肉 跟煙燻豬頭皮等等 餐點品項非常多元 全部油亮鮮香 陳列在攤前 讓路過的客人 哪都垂涎欲低 年近70歲的老闆阮明峰 堅持所有的肉材 都要當天新鮮現窄 因此無論是哪一種口感 吃起來都是軟嫩多汁 也被客人大戰 簡直是人間美味 對 小雞一隻 牛肉兩隻 這個櫻瓜兩隻 燒肉 烤肉 烤雞也好吃 脆脆 那個味道特別香 我孫子 我們每次要來的時候 他說 叫我一定要帶回去 燒雞 叉燒都很好吃 所以我們都常常 大概一個禮拜就會想 來吃一次吧 小小攤錢 擠滿人愁 這一瓶大的小攤位 是台北市悉寧市場的老字號 小辣店 開業50年了 深受老顧客喜愛 他們都是自己做的 這一攤我們吃好久好久了 多久 應該20點有了 每一次過年過節都 這次都要排隊喔 像年底的時候啊 人潮很多 假日節慶 老顧客就算等再久 也甘願排隊 因為東西非常新鮮 也讓這間小攤子 曾三度獲得天下第一攤的美名 109年還有111年 這麼厲害 就是說有被肯定了 比賽的是那個天下第一攤的金商店 這麼厲害喔 對 天下第一攤美名 對 它很有名啊 在網路上常常看到啊 老闆跟老闆娘做人也超好的 很阿莎莉 我怎麼把人 還好 客人口中的阿莎莉 就是老闆娘周儉亮做生意的哲學 做事乾脆又不計較 就連近70歲的老闆阮明豐也是如此 只要客人上門 隨手就拿起一塊肉 請他們試吃品嘗 你看 吃一塊全你們 這幾個全你們 真的啊 拿些 先吃... 拿起來看看我們 我們就要做得怎麼樣 沒有這樣的舉動 也是因為他對自家產品 超有自信 我爸以前的話 他還在的時候跟我說 別人都可以的話 只有你這種鎮夭摸的話 都不行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說 大家都喜歡 煞起來的話冷凍 煞起來冰箱的話 拿起來就堵... 我不要 我說堅持的話 就是說每天當在現宅 客戶情的話 我在這邊的話相當穩定 你跟我買的話 到別的地方去買的話 也不盡然會相同 我都在做廚房的 像現在這些事情的話 都是我太太在前面 然後都在看 對 那我在說廚房的話 我是很堅持 我說把東西做好的話 讓你賣 對廚房品質的控管 非常要求 阮民豐跟太太 用摸其分工 而且阮瑋倫 則在廚房 跟著爸爸一起 食材一定要新鮮嘛 那乾淨 因為有時候 爸爸可能有點老花 像有些細毛啊 就會可能就是 要對毛的 把清乾淨 兒子是他最好的左右手 就怕壞了招牌 每一個工作 父子兩人都非常注重小細節 像是這招牌燒肉 放入蒸鍋前 得先用刀子劃開 再鋪上滿滿的香料 裡面有胡椒和五香粉 沒有調料的話 它會比較死鹹 都是五花豆 五花豆的話 捲豬很重要 豬的話 你不能選那個太瘦的話 烤起來柴柴的 太肥的話 是會比較軟比較好吃 但是客人不喜歡 必須要那個肥瘦的話 適中 那你現在把它蒸了 差不多五分鐘左右 蓋起來的話 把水滾讓它裡面的話 那個皮的話會轉 炸下去的話 你沒有炸針的話 那個皮會爆出來 一烤下去的話 整個皮的話 沒有透氣的話 它會爆出來 炸完蒸後 還得均勻抹油降溫 才能放進烤爐封烤 至少得烤上一個半小時 才能出爐 這樣子烤起來 就變成金黃色了 仔細檢查 細細削緊張黃的地方 光用看的 就知道軟綿風的脆皮燒肉 不是說假的 酥脆表皮吃起來肥而不膩 肥瘦膠質的豐富口感 甜美多汁 軟Q彈牙 另外招牌鹽水雞 也是片片入味 軟嫩的口感 伴隨著豐盈的雞汁 獨特的油香 點綴在鮮甜的肉香之中 層次非常豐富 每天就進貨嘛 那個肉都膠質很好 雞肉很好吃 我可以跟你兩個人 一半吃光光 最推薦 鹽水雞 每次我朋友要來 還是我家小孩 都最喜歡鹽水雞 每一隻都選用五斤重以上的雞汁 用鹽水浸泡煮將近兩個小時 完全煮熟後就可以起鍋 第二話我們要煮熟的話 像這個的話 它會在裡面都會擠水泡 像做SPA一樣 洗完後滑斷滑溜的外皮 化起來油光閃爍 垂涎欲滴的模樣顯得格外美味 不只如此 還可以做成煙燻口味 將紅糖放在盤子上 隨著烤爐溫度慢慢融化 煙會變黃 雞也就自然會上色 我把它控制 如果說在90到100度之間 那個就比較快 大概70度就好了 食材一定要新鮮 新鮮的話 才會有多汁 才會甜 對啊 如果說冷的話 當然就是會比較單柴嘛 而且我們堅持著說 我們的雞肉回來的話 一定要在 就是殺好到我們手上 一定要在六小時之內 就要把它完成了 那個纖維素 才不會被破壞掉 也就是如此 剛出爐的燻雞 吃起來有著甜香的煙燻味 還能保有豐滿的肉汁 越嚼越香 肉汁紮實 又嫩口 色香味俱全 也叫做甘蔗雞 軟民風的燒臘 熟了烤的都很費工夫 但當初選擇做這行 真的只是為了生技 創造一個自己的一個職業 下來的話 那時候年輕的話 就是說有那個體力可以做 我兒子出生11天的話 我就來這個市場了 這一行的話相當累 因為你那個碰到過年過節的話 以前年輕的話 那個可能一天的話 睡了一個小時 然後整到半夜的話 就沒有體力了 這行的辛苦 不是一般人能想像 軟民風也曾累到想放棄 因為剛開始做 沒有成本買器材過物 也沒冰箱 虧錢是常有的事 有了經驗後 靠著口碑一步步做出名號 還好現在有兒子幫忙 十五年吧 因為看爸爸身邊沒有人手 然後看爸爸一個人 在廚房都很辛苦 然後做到手指頭都 完全變形了 看得很不捨 爸爸就做到 頭髮都白了 你看 他都白了 然後就身體也沒有說 像年輕的時候那麼勇敢 想說就幫他們 減輕他的負擔 解決他的壓力了 就回來跟爸爸一起做廚房這一塊 清晨一點 許多城市人可能還沒入睡 軟尾輪卻永遠騎得比別人早 在店裡忙碌備料 五香粉 胡椒粉 陳皮 下去調配的 那種醃漬的話 五小時以上才比較入味 不然的話你味道不夠的話 吃起來就沒有那感覺了 叉燒的醃漬醬料 是軟民風一家人特調 外頭吃不到的美味 得用穿蒸的方式下去爐烤 烤到表面紅通通 還滴著精華油脂 再刷上麥芽更顯光澤 每一片都切得又厚又大片 瘦肉比例多 但不乾柴 紮實中又帶爽脆口感 甜甜香香 帶點油脂吃起來味美鮮香 還有各式小菜 像是水煮筍絲 甘醇鮮脆 口感稀致 很是撒脆 煙燻豬頭皮 薄脆爽口 瘦肥肉 黃金比例 讓Q香嫩的口感非常美味 這都是一家人 每天清晨用心準備的成果 它的東西很新鮮 幾乎每樣我都喜歡 最喜歡就是那個燒的 而且那個筍絲 筍絲也好吃 我最愛吃的是他們的豬耳朵 因為我也常來買它豬頭皮 對 豬肉 它這邊東西都很多 都很棒 都很好吃 老味道不走味 阮民工過慣了傳統市場的人生 要他出去開店做宅配還真不行 因為縱使再累也早習慣了 這一步一腳印的心情生活 就是人要勤勞 傳統市場的話 所以屬於比較累一點 但是以這種精神的話 累了這種精神的話 來換取的話 自己的收入 改善自己的生活 不要怨遞怨遞 只要腳踏實地的話 這樣那個一定會成功的 最感謝的就是祝爸爸 爸是滿嚴格的 之前就剛開始就不會 然後烤雞烤到那個 那個火太大了 烤到焦掉 我爸就會生氣 把那個鍋蓋 用力一丟 很大才我嚇一跳 你知道 就看到說怎麼那個 我會看到 怎麼這整個超會搭的 就是根本不能看 等於今天就是烤壞了 那我也是整個人 就是拚拚改啊 拚拚改啊 改... 才有說現在的那個 固定的成績這樣 爸爸是出了名的嚴格 因為這50年的假野基底 既然要傳承 當然也得打好基礎 軟民風的飢餓餘豬 最講求的就是新鮮 只用當天獻叫獻載的過緣 新鮮鹽水鵝肉 軟嫩香甜 鮮美多汁 吃起來不如不膩 我們都是玻璃多香 對 最堅持的地方的話 就是說東西要 材質一定要新鮮 不新鮮的話 連會把它丟掉 要做的話就是把東西做好 客人的話 也東西做不好的話 那一次的話 一次的話 也許他會再來 第二次再買不好的話 就再見了 就拜拜了 以前的話我妹妹 我幾個妹妹姐姐的話 都是幫我很大的忙 老婆也是很辛苦的 還有兒子的話 我是慢慢要退休的話 就讓他去接啦 我們有堅持我們的商品 堅持我們的熟食 所以才受到彼此的恐怖 一個小小沙拉灘 走過五十個年頭 天下第一灘的美名 可不是浪得虛泥 背後更有著一家人 齊心努力的傳奇滋味 宜蘭城隍廟附近 有一間六十年的傳統早餐店 店裡招牌不是燒餅油條喔 而是從清晨就開始燉滷 滷到幾乎化開的控肉風 再搭配濃稠的半熟蛋 味道簡直銷魂 食量大的客人 還會點一顆控肉飯糰 份量足足是一般外面的兩倍大 只要一開店就會吸引人朝上門 很多人是從小吃到大 就算離開家鄉也念念不忘這好味道 只是小店歷經了老闆突然離世 老闆娘原本打算不做了 是什麼原因 讓這股味道持續飄香的呢 帶你們來看看這間老店的故事 一個湯 加到一個一碗飯 一個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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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小口家呢 還要幾塊老闆湯 台式早餐店的明星商品 不是常見的燒餅油條 居然是滷到飄香軟嫩 幾乎入口即化的滷焢肉 還有用料實在 分量澎湃的焢肉飯糰 超接地氣的活力早點 難怪宜蘭人一吃好幾十年 也不嫌利 他們家的特色我覺得現在最厲害 就是那個焢肉飯 那個焢肉飯我剛剛吃 它就是一整塊 就是連油 連肉 都非常的完整的焢肉飯 然後我覺得焢肉飯最重要的 就是要把那個牛皮跟肉 都要滷到就是非常的軟蛋 但是又不會整個分開這樣子 它是整塊肉飯 還很久 對 要排 要等一下 因為這個現場做的問題比較少 但是大部分的人 若一不絕 我剛剛看就全部都是帶走這樣 人潮很多 禮拜六都是要排隊排很多人 你平常比較少啦 平常是一般的 禮拜六 禮拜天 我們本地人都不敢來 因為直接放棄 直接就放棄 因為排隊要排很長 一大清早 上班上課的時間 客人甘願守在早餐店前 排隊等餐 等到眼神陷入迷茫 也趕不走 想吃上一口早餐的決心 人很多耶 尤其到六日的時候 有時候六日想來吃的時候 就會發現 然後騎機車經過就會發現 門口好多人就 好多人 要排隊了 對 想了一下的時候 還是排好了 餐台前 阿晴和家人 一刻也不得閒 要在匆忙之間 理出一個完美的出餐節奏 好好消化店門口 餓了一個晚上 嗷嗷待哺的忠實套客 今天要不要有臉 為什麼 我都很等啊 加蛋嘛 對啊 我都好像感覺會擺臭臉 你怎麼會怕客人擺臭臉 你會怕啊 因為我的臉沒有肚子很香啊 可能因為覺得很香 就算老闆擺臭臉 客人還是花時間 苦苦等候的活力早點 有在家常不過 鐵板上發出坑腔聲響 煎到焦香誘人的北泡泡煎餃 滾燙湯鍋裡 熱情沸騰超過六十年的 紅燒焢肉 還有比市面上大兩倍 一顆可以抵兩餐的 巨無霸焢肉飯糰 滿大顆的耶 大概有這麼大顆吧 你要放小 對不對 然後吃的也是很棒 一般飯糰三個煎餃 一個大煎餃對不對 在前台匆忙趕單的阿晴 十多年前在台南工作 當初會決定回家 接手外公的早餐店 原因是爸爸突然離世 捨不得媽媽一個人心腦打拚 他在我們面前還要反而 他比我們還堅強 我沒看到我不知道 但是在我們面前 他表現得很堅強 他可能覺得說 爸爸那個人 還是要有家裡還是要一個支柱 所以我們長大了 可是他是覺得要有一個支柱 所以他滿堅強的 身為父母的 沒有誰不愛自己的孩子 阿巧姨賣早餐賣了四十多年 面對丈夫突然離開 心情難掩失落難過 再加上長期久站膝蓋受傷 心力焦脆 想說那就乾脆把店給關了 這更好理由說不要做了 你乾脆去找工作 他說要收掉很可惜 我覺得父母親用錢買不到 我覺得錢再賺就有了 而且錢夠用就好 但父母親用錢買不到 可是我爸過世對來講 打擊很大 我會覺得我已經沒有爸爸了 我覺得我不能在那邊媽媽 父母建在心靈還有歸宿 父母離去 人生只剩下歸途 阿晴很捨不得媽媽勞累 於是她回家賣早餐 每天清晨現做的滷控肉 要能擄獲客人的心 有這一家人的獨有風味 我們都很簡單 就醬油而已 對 為什麼這麼簡單 越簡單的食物 越簡單 越吃它的原味那東西 越能知道那東西好不好吃 三層肉 三層肉 豆腐肉它會比較鮮甜 而且它肥瘦 肥的瘦的飯肥瘦 怎麼都有比較平均 一碗烤肉飯不用過多調味 擺上滷肉和酸菜 味道就很鮮美 三層肉吃來肥肉鮮甜 瘦肉軟嫩不老 一入口香甜油汁在嘴裡融化 客人還會加點一顆半熟蛋 輕輕化破蛋黃 濃稠蛋汁或者米飯 濃郁的肉香和蛋香 濃到化不開 然後我包蛋餅 就是它那個蛋是半熟的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蛋汁 縮出來之後 就是沾著那個肉汁 就非常的濕潤這樣 就是一個享受 對 超好吃 拜託 我覺得這個是超強 大家來一定要吃 他們的控肉飯 他們的很傳統 那個滷肉啊什麼 很好吃很道地 早餐店的人氣早點 還不只有控肉飯 喜歡大份量的客人 絕不會錯過阿晴親手做的 超巨大飯糰 沒有特意做大 就是我在這樣 我正常在 我沒有特意去做大 你手很大嗎 我手沒有大 我手就這樣而已 客人要吃得飽 比較重要 比棒球還大的爆量系控肉飯糰 拿十塊錢比一比 面積還比硬幣大十倍 分量多到 好像是老闆怕你吃不飽 攤開飯糰 內餡有菜脯 肉鬆 焢肉 和香脆的油條 一口吃來 米飯香Q 軟嫩扎實 很有層次 許多客人 還要分兩餐 才吃得下 口感不錯啊 它裡面有 也是有加蛋啊 加肉鬆啊 一般的啊 有些客人也喜歡吃 他的飯糰裡面 有加焢肉 在飯糰裡面啊 熟客 可不可以點一碗 銅板價 只要二十五元的苦瓜排骨湯 軟嫩的排骨肉 味道鮮美充滿肉香 苦瓜吃來 軟綿吸飽湯汁精華 淡淡的鮮甜滋味 是不少早鳥客人 一大清早 用來暖胃的心靈排骨湯 跟清澱的不一樣吧 一般外面清澱有些比較清淡 那它的味道比較重一點 你好 沒有外帶 沒有 還是外面要什麼 阿晴回家賣早點 也賣了十多年 每天陪著家人 一起守住家的味道 也逐漸賣出了好口碑 回想當初媽媽說要關店 還是掩藏不住 難捨的情緒 我捨不得 我捨不得 我真的捨不得 就像現在 我覺得我多少能力 做多少是一樣 我沒辦法說做到 每個人都還滿意 但是我會盡我自己 做到的能力去做 對 對 我 我不是說 我就說你啊 不是 我只是比別人更努力一點 我沒有懶惰就這樣而已 積水成河 積石成山 或許成功 就是當自己撐不下去的時候 再努力堅持一點 才有機會迎來眾人的讚美 每天現感現肩 一開鍋熱情洋溢的尖角 就是許多客人一早的活力來源 每一顆都煎到金黃恰恰 皮薄現滿 味道充滿著肉香 這個煎餃我自己都覺得 也是很大一顆 超大的 我大概吃一顆 就已經非常棒了這樣 現在一般都要點到十顆 再吃的話 大概這個煎餃要等幾顆 這個煎餃是人家 一顆是人家的兩三顆的分 非常強 對…你看它很飽滿 蒜油吃災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很適合大家 當作這個一天活力的來源 首客的營養食糧 更不只有飽滿的尖角 阿巧姨親手揉出的蛋餅 更是店裡強項 餅皮用燙麵擀成 每一片都比一般的多一倍 簡單夾個蔥花蛋 噴發出的迷人蛋香 就是客人的成間美味 它的蛋餅也好吃 整個很鬆軟 不會像外面的蛋餅 一些硬硬的 皮比較Q一點 因為它是自己做的 對…它不像外面那種 就很好的 它是有一點… 對…它是有一點那種 嚼勾 很Q勁 對… 簡單的家常早點 能一脈相承六十年不間斷 Ruway裡 除了有鹹甜膠汁的豐厚味蕾 更有一家人懂得知足感恩的 敦厚情懷 其實我的想法 跟我的做法就都很簡單 其實就像我的食物一樣 我的調味其實也都很簡單 沒有過這個浮誇的調味料 或是說加一些什麼 其實都是一些很基本的 就像很多客人講 覺得我好像吃到家的味道 很多客人其實吃到 其實都跟朋友一樣 其實也很招呼你說真的 有了客人肯定 才能更加確信 當初回家接手 是不會錯的人生抉擇 我目前的想法 我只是覺得說 我覺得我有多少能力 做多少事啊 你問我還能做多久 不是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說 我會盡我自己最大的能力 最大的能力去守住那間店 小小的早餐店 有一家人認真打拚的身影 徒時的早餐裡 有阿晴對家傳美味的堅持 還有想給客人品嘗到的家的味道 如果有人中年事業 又負債了兩千萬 能夠有翻身的一天嗎 在彰化園林 五十三歲 賣當歸鴨肉飯的老闆 蘭瑋舟 以前是在中國大陸開工廠 不過七年前不幸倒閉 他帶著七小回台 偏偏這個時候 父親病重 臨終前最盼望的 就是能夠吃上 一口美味的鴨肉飯 蘭瑋舟為此逃遍了中南部 不過老父親 直到離世都不滿意 他對此很自責 事業的他決定要來做 老爸心中的那碗鴨肉飯 不要給鴨肉便當嗎 一大一小的鴨肉飯 再一個米血泡 彰化園林之間 當歸鴨肉飯 才早上十點 大福已經忙到七手八腳 今天提早一個鐘頭來 才兩三月 等一下太晚來了 就會排得很長 蠻好的 肉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會直接跟他們買三百塊的鴨肉 會回去配飯這樣 成飯的夾菜的員工各司其職 今天輪到老闆蘭瑋舟 負責當歸鴨肉這塊 重點就是肉要給得很大氣 主要看店家的心意 我們就習慣就是把它鋪麵就對了 內用了完我們就是鋪麵 沒有看到白飯現在就對了 鋪滿滿的鴨肉絲 是整隻當歸鴨去骨勾下的肉 吃起來還肥夜瘦都有 所以不甘柴富有層次 淋上不此鹹 帶有紅蔥頭香味的鴨肉醬汁 一起伴著飯吃 滋味讓人一吃難忘 它是當歸煮的 它只有當歸味 它沒有很大的一個鹹香味 所以我們會用我們的湯汁 再把它醃製一次 它的鴨肉做很甜 然後不會彩彩的 還有他們的米飯都很Q 力力分明 不像外面一般的那種肉燥飯 那飯都吃吃年年的 除了鴨肉飯 這道必點的去骨當歸鴨腿飯 更是高人氣 一刀切下肉汁瞬間流出 去腿骨之後再用力敲平鴨腿肉 鋪在飯上光看就很美味 很少在吃鴨肉 但是來到他們這邊 就是他們只要推薦他們的鴨肉飯 還有他們的鴨腿 他們還有那個蘆筍乾 對了還有一個鴨腿腸 客人推薦的當歸湯下水 也是很熱門 當歸湯可以搭配鴨米血 鴨肉丸或是鴨肉 有著淡淡當歸清香的湯很清澈 裡頭有著鴨肉與藥材的甘甜 當歸鴨肉湯有濃濃的好滋味 湯頭很道地 其實很多上門的客人都知道 這間當歸鴨肉店的老闆蘭偉舟 他的人生故事很精彩 今年53歲的他以前在大陸 是鞋類加工廠老闆 日盡抖金 但六年前生意失敗 負債兩千萬回到台灣 要靠這碗鴨肉飯重啟人生 終點事業唯一的一條路啦 人家說了孤狼獨見 我手上最後一隻劍啦 沒有射準 沒有好好射不行啦 四個便當三個腳腰外帶 懂得做生意的蘭瑋舟 知道只要食材好 價錢便宜 客人就留得住 像鴨子他只挑中南部 養75到78天的土番鴨 肉質不柴也不會太嫩 每隻鴨子得仔細清洗 這淋巴 淋巴也對吃了對身體不好 所以這是不好的部位 我們要把它清乾淨 處理鴨子很費力 即便蘭瑋舟手指頭之前受傷 但還是努力做好 我在大陸的時候 才會把那個樣品 被模具壓到人 那老婆一定很信任 那沒辦法啦 射到自己就比較麻煩 回想當時負債又失業 老婆周彥皮不離不棄 跟著蘭瑋舟回到台灣 要當他的支柱 他會哭耶 我們講說 老天爺把這個門關起來了 來 本來不夠 我們那會開一條路啊 所以現在會覺得 老公還真的是韌性滿強 對 我們常說打不死的幫忙 有著小強一樣的韌性 是蘭瑋舟會成功的原因 開過工廠的他 做事情肯有他的SOP 我們一批都是四隻 那一桶湯我們要煮最少12隻 那湯的甜味才會跑出來 把鴨子丟入滾水之後 接著放入這一大包中藥 裡頭有當灰 川瓊 紅棗 熟地 等八種中藥材下去乳鴨 但這比例掌控十分關鍵 重要的靈魂啊 藥量如果不夠的話 這壓腥味就壓不掉 再來就是四口性 有的中藥湯 它就是其中某一個中藥的藥味 很強烈 很濃 不然就是苦 所以把它調到剛剛四口 那小孩子也會喜歡喝 湯啊喝起來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很燥熱 一般有時候就是喝骨湯 然後喝完以後回去 可能還會喝開水 可是他們完全都不會 煮了四十多分鐘的鴨子 得先吹涼再仔細去除鴨毛 接著把鴨肉剁下 以前是靠手工切絲 但現在用量大 藍尾州還特別弄了這台機器 你沒有用機器 我們根本來不及 雖然是用機器在我們裡面的刀 這個鍵隙是有要求的 藍尾州花很多心思 在這碗鴨肉飯上 因為這裡頭藏著他對父親的思念 當他一無所有回到台灣 父親恰常病重 臨終前老爸爸最想吃的 就是鴨肉飯 我就去找 找鴨肉飯 台中中華 南韭 雲林 咖雞 然後回來 全天去 找不到 全天咖雞買回去 鴨肉飯回來 他說這不是 這人騙人 就到他臨終 我也沒有買過一碗 真正的鴨肉飯給他吃 很可惜的父親閉上眼睛 都沒有吃到他心中 最好吃的鴨肉飯 讓藍尾州很自責 因為父親是他這輩子 唯一最親的人 這小小小 就了解一道 就沒了 沒有了 然後爸爸要養我 要養我 他就沒了 沒有了 爸爸要養我 要養家當我 他就這樣 他就把我一個小小小 他就會去賣婁 阿姑 給你給我聽 給我打理我日常生活 但是跟爸爸做過一段的感覺 還是不一樣 彰化園林有一家 當歸鴨肉傳統小吃 香味四溢的滷汁跟鮮嫩鴨肉 讓人口齒留香 而且當歸湯非常清甜 會讓人一口接著一口 停不下來 最近電視起源於蘭瑋舟 對父親的思念 遺憾父親生前 沒有辦法吃到 心目中的美味鴨肉飯 所以中年事業的他 決定去找學生記憶中的美味 延續這一份思念 當完兵父親給蘭瑋舟 一百萬元創業 開了修車廠卻是慘焙 後來他陸續做過很多工作 但在父親心中 總認為平順就好 把他帶在身邊一起跑車 因為我跟他相處的時間 以前我們跑車 我們會到處去吃東西 他會帶我去打 車停下來就說 我們等一下來打吃飯 那一塊烤肉飯 那段朝夕相處是父子倆 這輩子最親密的時候 但年少青狂蘭瑋舟 不想被拘束 他離開父親 到大陸越南工作 最後在大陸開了工廠 當上老闆 達到人生經歷最頂峰 但萬萬沒想到六年前整個環境改變 他欠債兩千萬 夫妻倆中年失業 還有三個孩子要養 他也曾經回去開大車 自己做主管做一年 那皮膚壓不下來 那我好像年輕人 那麼熟悉這樣跟他走路 對喔 這樣跟他走路 不來不去 我會想想 我太太教我說要感謝他 如果沒有那個環境刺激我 我就沒有那麼積極去找房子 就是這樣沒做完 整天就是找店了 後來正好有朋友賣過鴨肉飯 他想起了父親臨終時的遺憾 決定孤築一職 還特別去請了師父來教 結果功夫沒學到還賠錢 店還沒開 那一師父就跑路 不扶助蘭瑋舟 決定自己來研究 怎樣煮出最棒的當歸鴨 每天最少都是五六隻鴨 這樣起跳 煮出來就是請鄰居吃 吃得 出品吃到會怕 我料理就弄照片 終於慢慢釋出好口碑 開幕前三天 蘭瑋舟又碰上了倒霉室 製作的時候 他關火的時候 直接去關煤氣 我也不知道 那火槍一靠進去就 哇 就出來了 那個火這樣噴下去的時候 我離開幕剩三天 就是這樣 生活就是很溫溫 很心痛 要開幕怎麼會這樣 被火燒香的他 一樣照常開張 而且靠著美費吃吃 打出人氣 在以前飛四次的時候 我就來試吃 然後一次就開始吃飯 然後到現在店 吃肉 對 對客人都非常親切 非常大方 來店每個熟客 他一路都會送小菜 或滷蛋之類的 對 甚至有時候會給客人的小朋友 都會送鴨腿 客人看到老闆 阿薩里也會給他建議 蘭瑋舟也從客人口中 慢慢調整出 最棒的鴨肉飯 像是店裡頭很多小菜 或是飯都要用鴨油調味 即便有現成 他們也寧願自己炸 炸油沒有什麼學問 你要吃到什麼樣的香度 你就下什麼成本就對了 炸好一鍋鴨油 或再加入快半鍋 份量的本土新鮮紅蔥頭 一起爆香 鴨本身它就有鴨的腥味了 所以我們用油蔥 把它的香味調掉 油蔥本身它還有香味 它還有提香 另外淋在鴨肉上的 靈魂鴨肉醬汁 得熬煮十二個小時 裡面有油蔥 有壓脖子 壓翅膀 壓了骨頭 然後有洋蔥 然後還有調味料 要熬到骨肉分離 那個裡面的肉是化掉了 這不是在成本的問題了 是剛開始在那個階段 剛回來失業就想說 要有客人 這個生意一定要做得起來 那就從那時候開始 基礎就是這樣 這不可能改變的東西 藍偉舟很用心在做 如今這一碗鴨肉飯 讓他很高興 能夠以為父親在天之靈 爸爸 很感謝你 在你名字的時候 他一直跟阿公 想要吃鴨肉飯 沒想到說你一個鴨肉飯 所以讓我叫我去我一個家庭 讓我可以吃不吃鹹 我現在可以跟你說 我現在就是像你一樣 我現在就是像你一樣 跟他一起去一個家庭 爸爸 感謝你 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從炸彈蔥餅老闆 李氏儀身上 看到行行出狀元 認真努力總會有出頭的一天 以及軟民風跟太太兒子 一家人齊心要守護這走過 五十年的人間美味 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也歡迎全球觀眾 一起上晉級的台灣YouTube 按下訂閱跟分享 我是怡婷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